主料 鸡蛋8个 鸡脯肉150克 猪肉150克 辅量 油 盐 豆腐120克 水阀木耳50克 胡萝卜50克 鸡精5克 葱5克 姜5克 蚝油10毫升 生抽5毫升 五香粉3克 胡椒粉3克 香油5毫升 料酒5毫升 准备时间 30分钟到一小时 制作时间 10-20分钟 鸡蛋煮熟晾凉 豆腐用撒布挤去水分抓碎 准备和水发沫和洗净的胡萝卜 把猪肉和鸡肉剁成馅都放碗里 肉馅里放适量的料酒 葱姜末和五香粉 再加适量胡椒粉 盐 蚝油 鸡精 淀粉 把肉馅顺一个方线搅匀 把抓碎的豆腐放线里 把木耳和胡萝卜剁碎取一半抱线里 再放冰箱油和一个鸡蛋搅匀 把煮好的鸡蛋去皮一切两半 把蛋黄轻轻取出 取适量肉馅抹在蛋黄的位置上 放蒸锅里蒸十多分钟 余下的蛋黄 轻轻沾一下干淀粉 用肉馅适量把蛋黄毛上团成丸子 逐着把丸子团好 锅放油稍入下入团好的蛋黄丸子 小火慢慢炸熟成金红色 把蒸好的蛋白肉丸摆在盘子的外围 把炸好的蛋黄肉丸放在盘子的中间 锅里放水大火烧开 加入另一半的木耳和胡萝卜默 放点生抽壳蚝油 再加点鸡精 用水淀粉淋包茧 再加点香油浇在盘里 烹饪技巧 一肉性要剁碎 导成你粘性才足 二豆腐要挤去水分再抓碎 三炸丸子时要小火慢慢炸熟 四团蛋黄丸子时最好戴上一次性手套 以免粘手 五最后调制十勾芡不要太浓 您抱歉即可 芡汁太浓会影响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